我爱祖国的蓝天 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被我不打倒 多黄黄酸黄飞向前 虽然当代流行歌曲中 短音阶歌唱的方式居多 但还是有许多的歌曲中 会出现长音和延音 今天呢 我在这里继续说一说 长音和延音 怎样可以唱好 大家好 我是快乐练生的回老师 帮爱唱歌的有缘人快速成长 在家就可以做的发声练习 让你唱歌不再困难 就比如今天我饭唱的这首歌 我爱祖国的蓝天 其中有一句 非常抒情的 这个阿字呢 就是一个长音 那我们在歌唱时 就好像拉琴在揉弦一样 这样来唱 已经在这个位置 感觉你的气力 在这里像柔弦一样的感觉 来歌唱 像这样的字音呢 不能在嘴上 要在胸骨的位置 用气来完成 我们再练习一遍 最后一句是高音 而且是长音 我们要吸好气 带着气势高位置发声 而且要站在胸骨的位置来完成 大家听 我爱祖国的蓝天 像这样的句子呢 大家一定要拿出来单独的反复多练习 找好了歌唱的状态和感觉 把我们的气势和情绪调动起来 我们才能很好地完成这句 那现在我们跟着歌曲的感觉 跟着歌曲的旋律 我们再一起 金色的朝霞 在我身边飞骨 飘下是一片 锦绣河山 啊 啊 啊 水冰海大海 起冰海草原 要问飞行 愿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